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云层的发展量开始逐渐的增多 因为封面前缘的云层开始要接近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 随着封面带的云层逐渐的接近之下 深夜之后开始呢 北部地区要转雨了 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晚归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气象一开始先来讲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讲 未来的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的变化 因为整个天气状况 从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早上开始 有所改变了 怎么改变法呢 我把未来一周分成了三个阶段 来告诉大家 星期五最重要就在于 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雨 因为封面云带的前缘的云层开始接近 将雨的状况来说开始增加 不过北部的朋友也会发现到 高温的部分没有到达32.6度或33.8 因为云多了 相对的温度要降了 东北风吹进来了 温度再下降 可是对于中南部朋友来说 仍然天气轻了 仍然中午的高温可以达到30度 对了 北部地区明天在25到26度呢 温度形态来说开始改变了 接着呢 到了这个周休假期 礼拜六大家要上班上课 礼拜天放假 要特别注意的就在于几个地方 第一个北部 第二个中部 再来一个东半部地区 有雨而且伴随着可能会有一些雷雨的现象出现 最重要就是在封面通过的过程当中 整个华南云带的东移之下 相对的在嘉义以北都伴随着云多有短暂雨 但是到了台南高雄屏东南部地区呢 仍然是属于天气晴朗 温度形态来说在北部因为封面通过之后呢 冷空气开始灌进来 北部晚上的低温的部分就在16度 海岸线部分甚至在15度的低温喔 所以往北走的朋友天气明显偏凉 但中南部的朋友来说呢 晚上温度降幅并没有那么多 而到了星期一 二 三这三天 往北走天气凉 低温的部分在16度 但往南走中午暖温度状况 在早晚偏凉在20度 那所以呢中午的南部地区 还是有到达29度呢 南北天气在这周一到周三不相同 天气状况来说 随着封面的接近 今天啊沿海的阵风都明显的偏大 北部地区在下午的时候 也有一些强阵风出现 最重要比较在风前的强 西南风的吹拂之下 大家会感觉到阵风明显偏强 等一下晚上晚一点的时候 风的部分会随着封面带的云带 在接近过程当中 风还是会比较偏大 但是周休假期的江雨状况 嘉义以北偏多 来我们来看什么 来看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水汽的移动方向 也可以注意到它的移动方向 目前是朝着这样走 也就是说朝着东北东的方向在移动 云带的发展 目前的这个云层距离 我们的距离呢 大概还有在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的距离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影响到了马祖 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但是随着北方的冷高压开始下来 整个水汽的发展来说 会逐渐的开始接近到台湾上空 预估大约接近的时间 会在今天的午夜前后的时候 整个云层就要开始接近北台湾 北部地区要转雨了 从真实色彩的云图当中 先来注意到云层发展 江南多 华中多 主要移动都在通过了 日本的琉球群岛 跟包含了日本韩国 但对于我们台湾呢 今天有一些前缘的云带 在逐渐的通过的过程当中 云多但没有下雨 风的部分因为风面带所在的位置 刚好就在我们台湾的 北方的海面上 所以风前强的西南风的吹拂之下 今天下午的时候 因为本来中午热力作用太强 然后再加上西南风上来之后 下午的北部地区的地形风 就相对的偏大 沿海阵风也都有达到 八级左右的阵风 但这个风面呢 今天晚上 它要逐渐的往南的方向 要移动了 也就是说明天呢 随着风前的云带通过的过程当中 北部地区的朋友会感觉到 江雨的状况要开始出现 另外东北季风在明天下午以后 开始吹进来 北部的朋友会发现到 风向改了 不是西南风变成东北风了 温度开始下降了 而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 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这些云带在逐渐的 从台湾北方海面通过的过程当中 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上空的 天气状况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冷空气会影响多久 先注意到 明天晚上的时候 礼拜五的晚上 北方高压 东移 纬度虽高 但是有东北风进来 风面的前半段的部分 已经逐渐走了 后半段的部分 停留在大陆的华南 接着呢 北方还有冷高压再下来 所以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仍然是有高压的影响 再加上华南的水气 东移之下 加以北就容易会有一些 降雨的状况 伴随着会有些 雷雨的状况出现 那冷空气什么时候减少 下周二的时候 高压东移咯 滞留方面仍然在大陆 但我们的水气发展 只有在影响到北部地区 可是到了中南部地区 来说天气就好转 所以北部的凉 凉到礼拜二 礼拜三以后 开始气温的部分慢慢上升 那我们再来看到 云带的发展 今天深夜就有些云层会进入 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北部的温度在晚上舒适 有点凉 白天高温上不去了 到明天晚上温度再下降 中部地区的日夜温差大 南部地区是中午 还是偏暖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的宜兰以北 会有雨 而到了外岛地区 夜晚温度凉 之外会伴随着有震雨或雷雨 未来一个礼拜 可以看六日两天的震雨或雷雨 在中部以北有 下周一周二降雨 少只剩北部 下周三以后气温上升 小叮零两件事情要提醒 北部有雨 行车注意 南不暖 记得多喝水